另外一個 真是新的,天皇子 LTI 水泥鋼筋 這個我記得是有電梯的 剛才我真的不敢肯定,因為我沒有到現場 見到近那個車站 還有還有一樣,剛才還未說 其實全部落成了 未來都近孟州這個地方 這個非常重要 孟州人工島的賭場預定 是2029 其實大阪的 那個博覽會呢,其實是2025年的 是 他維持一年,你也相信那一年也有很多遊客 他不是一天,一個星期,一個月,是一年 那一年期間也相信很多遊客 即是明年,博覽會會 是啊,當然 那如果,我們暫時 實有網友,我想 終於有一天我們看個反應 那譬如網友說,我有興趣 他可不可以過去看的? 可以,可以 那當然就 要預先跟那邊的同事講一講 即是日本那邊的同事 即是要預先跟你講 是,沒錯 譬如說 喂,有個客人 3月26、27、28號 譬如,現在4月 4月26、27、28號 會過來大阪想看那個 不知道哪個室 就看他們安排得不可以 安排到 就可以了 最好就group 即是跟那邊同事講 喂,25號早上,26號 晚上有一個,27號就不知 這樣就很樂趣了 我知道 但是那個就不是我們客人 客人就去自己一個party 你或者香港的同事 可以 可不可以3月24、27、28、29、30多日去 因為 於是4、5個party 可以的 可以的 即是看現樓 沒錯 看現樓會放心一點 放心很多 看好當然可以買東西 我不知道 我看我的反應 大家可能 真的會期待我們搞團 我其實經常都想 但是呢 我又很懶 因為呢 日本大家都去到 真是很懶 你說 譬如現在 藍秀朗 你說帶我們一團 譬如我和林康正 和你一團友 80人 這樣 有什麼 我們香港人去過呢 很特別地 我想真的很難 夜遊團 又或者是 夜遊 你的意思是夜遊 還是夜遊 夜遊 夜遊 夜晚夜 對 夜遊 即是夜店 因為有些人不做一個外國人生意 另外就是 之前都做過一些日本AV的節目 我們都有一個目標 就是 有沒有可能和那邊公司問 拍攝AV的現場 讓你見識一下 可以不可以呢 不是 不是下場做 而你見識一下那個場地 是怎樣的 下場做 反正我告訴你 不是啊 我覺得那個瓶裏 夠僵 是的 還有 舉例 會不會有些女優 舉例 正經活動 有女優 例如吃飯 拍照 一些陪團友 有她 這樣一晚約會 會動 有沒有可能辦到呢 不是 我想我們 下一步 反而是我們 focus on這個 樓 先 好啊 現在網友 看完了 會不會有興趣 這樣 你們有興趣的話 WhatsApp來不辦 所以呢 各位 如果呢 確實說 有興趣的話 我想問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說 如果 我們知道 日本拿永居不難 是不難的 但如果要拿護照呢 為什麼呢 我的朋友 他不考慮自己 他很喜歡日本 小孩子也喜歡日本 他們覺得也拿永居不難的 如果護照 是不是沒有辦法 還是其實也不是那麼難呢 簡單的答案 首先 永居不難 其實拿護照更容易 是嗎 旗是短的 你最快五年就拿到護照 永居反而是要十年 OK 因為日本 小子化 不夠人口 很想你的外國人 尤其有少少錢的人 尤其是專業的人 去填補他們的人口 所以你肯去那裏住 你放下香港工作 有一半時間 每一年 在那裏住 五年最快就能入籍 但是也有些日文的 Test 他入籍那一刻 他會考一個大概 是小學生程度的會話師 就是如果你自問 去到住了五年 你小學生直路 問你為什麼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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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叫你 立即 入籍 好